一個人被腰斬之後 其實很難救得活 33年前20歲的女性 被火車撞 她也有生命真相 但她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已經分離了 大出血的地方 趕快電燒燒焯 直血受損了小腸 端跟端 吻合手術成功 哈囉大家好我是昌哥 歡迎來到昌仑哥的頻道啦 那本週我錄這支影片的當下 最熱門的議題就兩個 一個是iPhone開賣 這另外會有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被腰斬之後變成2.8的一個狀況 一個劇情啦 那總之很多小夥伴敲網問我說 昌仑哥一個人被腰斬之後 到底醫學上救不救得活 當然我們是討論現代的一個醫學 而不是可能動漫化的一些劇情 今天的影片就來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那當然一開始我們先直觀的想 一個人被腰斬之後 其實很難救得活 為什麼 因為腰斬之後不要忘記 你的這個主動脈功 從心臟發出來之後 會有這個胸主動脈 往下就會變成這個副主動脈 所以當一個人被腰斬 你優先想到 就是他這個副主動脈被截斷之後 一定是大出血 所以大出血大概這個人 哇那種噴血的速度 應該幾秒鐘到幾十秒 就會休克就會失去意識 接下來心臟沒有足夠的血液 可能開始亂跳啊停跳啊 一個人可能很快 就這樣子死亡了這樣子 但是我們這個醫學頻道講究是實證 我就來幫大家找找看 醫學史上有沒有什麼被腰斬 然後之後還有被這個救活的案例呢 OK我還真的找到了這一篇paper 這一篇paper因為老實說 被腰斬又被送到醫學中心急救的 這個案例實在是太少了 首先腰斬的案例就少 再來大部分人在到院前就死亡了 所以這種案例真的是非常的罕見 那這是1989年 距離現在已經33年前左右的一個paper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case他是一個20歲的女性 這個20歲的女性 他本身有一些精神方面的疾患 所以可能稍微會有一些憂鬱啊等等 比較一些負面思考的狀況 那總之他是因為想要這個自我了斷 所以他把自己投身到火車前面 被火車撞 那被火車撞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當然上半身呈現非常大的衝撞力 那下半身可能就被拖進去 所以基本上這個女生 這個救護人到現場的時候 他也有生命真相 但他的上半身跟下半身已經分離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圖片 那就是很難的是 就是救護人員去這個現場的時候 這個女生其實是還活著的 那量他的這個vital sign 生命真相 這時候他的心跳每分鐘還有100下 但是他的血壓 他的收縮壓已經降到了50 50mmHg 所以代表他身上是一個大出血的狀況 那總之趕快送到醫院 那醫療人員發現什麼事呢 他發現這個女生被截斷的地方 他的這個包括他的這個脊椎跟脊椎 附近的肌肉是大量出血的 那我們最擔心這個腹主動脈 分叉到兩邊的咖動脈 他的這個咖動脈的地方 反而沒有非常大量的出血 那主要我是想像說 他可能是被拖刑的時候 因為整個下半身被繳進去 然後再加上這個女生大量出血的關係 所以醫療人員是發現說 他兩邊的咖動脈已經驚軟了 已經驚軟了這個血管已經收縮起來了 所以導致他這個咖動脈沒有大量出血 所以才導致這個患者 他其實是意識清醒的 被送進手術室的 醫療人問他說 你現在下半身被截斷了 你還想不想被急救 他是點頭的 他是說我是想要被急救了 所以才有後續的開刀 急救的流程這樣子 那總之大出血 那醫療人員當然要趕快止血 所以先把他兩邊的咖動脈給他夾起來 先避免之後的大出血這樣子 那當然可見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脊椎附近的肌肉 大出血的地方 趕快電燒燒灼趕快止血 那一部分 當然趕快輸液趕快輸血 因為這個患者他現在血壓非常的低 那接下來要處理的地方其實蠻多的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哇這個地方被截斷 根據醫療人員的回報 這個女孩子的陰道 包括他的膀胱 包括他的職場 已經全部都被撕壞了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幫他的腸胃道 做一個開口 那他的這個膀胱已經壞掉了 我們也必須要為他的這個尿路 為他的酥尿管做一個開口 所以總之這個緊急手術做了什麼事情 除了止血之外 醫護人員幫這個女孩子 從他的乙狀結腸這邊 拉出一個腸皂口 這樣子他之後 譬如說吃東西糞便 他就可以從這個乙狀結腸 這個腸皂口 從皮膚的這個地方出來 當然這個拖行的過程中 這個女生的回腸也有一些受損 所以一些受損的小腸地方 就被截斷 然後用這個端跟端的方式吻合起來 所以這是對他腸子所做的拯救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他的膀胱 也整個爆掉了 所以他已經沒有排尿的功能了 但是他的腎臟跟他的輸尿管 還是好的 所以醫療人員就把他兩個輸尿管 因為我們輸尿管有兩側 兩邊腎臟通下來的輸尿管 把這個輸尿管一樣拉到皮膚 變成這個輸尿管的罩口 這樣子這個患者 他持續有這個尿液製造出來 這樣子從腎臟往輸尿管跑 然後輸尿管又會從這個皮膚上面 這個尿就可以成功的排出來 那他下面已經毀損了什麼骨盆 陰道 膀胱 直腸 那個基本上就全部切掉了 那當然你不能讓這個傷口 是一個開放的狀態 所以這個醫療人員還去把他這邊的一些骨頭 譬如說骨盆的一些骨頭做一些修剪 然後把他這個前半跟後半的皮膚 可以這樣子合起來 所以總之整個手術完成之後 這個患者他其實當下的生命真相 暫時是穩定的 他其實是有被救火的 那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腸子處理一下 拉了一個罩口 然後輸尿管也拉出了罩口 然後止血之後 他就把他的皮板整個縫起來 那根據紀錄這個患者接受了三個小時的手術 總失血量高達10公升 10公升是個非常龐大的出血量 已經是他原本這一個人總血量的兩倍了 所以這個出血量非常的大 最可想的是當場的這個緊急書寫 一定也是收了非常大量的這個血液這樣子 那其實比較不幸的是這個女孩子 他在接受手術 手術成功之後 兩小時後就死亡了 那這個兩小時之後的死亡原因 當然跟這個持續出血有關 因為其實那麼大的階段 就算我們把比較大的動脈給他綁起來 給他止血了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肌肉骨骼的剩血 所以他兩小時之後 還是因為這個hypovolemia 就是低血容 以及這個心率不整 加上電解質不平衡而死亡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蠻經典的手術成功 但病人死亡的案例 之前不是有一個迷因說什麼 手術成功但病人死了 其實這在醫學上還真的有可能發生 你說他手術成不成功 他已經在當場送急診 送手術房的過程中 已經把他救回來 他其實生命正下 當下整個縫還是穩定的 但是因為這個傷勢實在是太嚴重了 所以他這術後一兩個小時 持續的疏血 然後最後發生致死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這其實就是 一個蠻經典的手術成功 但病人死亡 那總之看到這個案例分享 就覺得值得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腰斬的急救 當然你不能只想到說 我要趕快止血還怎麼樣 這腰斬牽涉到器官太多了 今天這個患者 他其實腰斬的地方 是在肚臍以下 所以還可以用我們剛剛講的方式 去做急救 假設是在肚臍以上的腰斬 我覺得那個大概沒有辦法了 因為肚臍以上的腰斬 大概就直接斬在這個 腹主動脈的位置 那會有更多的器官 包括小腸 包括大腸 甚至腎臟 或是肝臟 都有可能會受損 還有皮臟 那個大概當下就會死亡 大概很難像這個患者還可以進去手術室 做三個小時的搶救 所以以現代醫學的觀點 腰斬的病人救不救的活 大概是非常的困難 唉 只有一個狀況 就是醫生會反轉術室 好那喜歡這個頻道 就歡迎分享這個頻道 分享這個影片 給更多動漫迷知道 讓他們知道腰斬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也支持鑰匙健身 我保育的視頻出席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